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发射军用侦察卫星主要运载火箭发生了问题 因为它发射的是侦察卫星 但是你必须把它送到预定的轨道上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它发射失败的原因 第一次是因为它使用的运载火箭是比较新型的 叫千里马一号 那它是三级的运载火箭 那这种火箭在发射之后 就升空的时候 就是第一级火箭 比如说要把你从地面上零速度 逐渐向高空来推 那这个推的过程中 就是第一级的燃料 用完的时候应该第二级点火 但是第二级没有点火 所以那这个动力就中断了 所以发射失败 这是第一次 也就是系统上出现了故障 那找到原因之后 就是进行第二次发射 就是8月24号的 8月24号的这个发射 在火箭这个发动机上 比较成功 第一级点火 然后到了这个预定的距离之后 第一级火箭脱落 然后第二级点火 也点火了 那第二级火箭点火之后 就继续向高空飞行 那飞行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 第三级火箭 也就第二级火箭脱落 第三级火箭应该点火了 可是第三级火箭点火之后 它这个第三级 也就是载着这个卫星 这一级 就是意外的发生了这一种 就是当有意外情况的时候 它会自爆 就自己就爆炸了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自爆了 这样的话等于发射又失败了 把火箭和卫星都给炸掉了 那这个碎片 它当然由于爆炸了 它这个又飞得很高 所以这个散落的区域应该是比较大的 所以美国韩国 确定了 它发射火箭的轨道之后 就开始在这个建落区里面 就是开始打捞这些残海 希望从这些残海里面 找到就是朝鲜运载火箭的这些材料 还有比如说 那当然这个卫星如果能够捞到 那当然更好了 因为它并不知道这次发射是否能够成功 所以它应该搭载的 不是一个相应的载荷 就是一个相同重量的这个物体 而说真正的一颗就是卫星 那么朝鲜呢 把它的运载火箭 就是这三级的运载火箭 叫做千里马一号 就是这个运载火箭 这个搭载的卫星呢 叫做万里镜 就是一万里的镜子 就是咱们照镜子那个镜子 看得非常清楚 那现在呢 这个由于第二次发射又失败了 所以准备进行第三次的发射 就是安排到10月份 为什么这个朝鲜非常着急 现在要把这个自己的军用侦察卫星 就是万里镜赶紧打到空中呢 因为你这个侦察卫星啊 它有不同的轨道 比如说你要是超低轨的啊 就是距离地面 150公里到300公里这个距离之间的 它这个对相关的区域啊 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它离这个地面的距离非常近 受其他的影响啊 就比如说这个云层啊 气象啊等等距离啊 这些影响就相对的小一些 那可以实时的掌握啊 这些地面的情况 特别是像美军啊 韩军啊 或者是日本的自卫队啊 这些的部署啊 军事变化呀 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呢 它非常着急 就是有这样的侦察卫星 来监视啊 自己周边的安全环境的这种变化 这样的话呢 对它整个的就是 呃 兵力的调动啊 或者是防范呢 都有巨大的好处 所以特别着急要把这个自己的军用卫星打到天空上 呃 再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运载火箭啊 呃 不但可以把卫星送上天 呃 还可以把这个应该说呃 就是弹道导弹啊 啊 那这样的载荷呢 打到更远的地方 因为它也要飞出大气层 大气层以外啊 空气稀薄了高速的飞行 然后再冲返大气层 打击地面上的目标 那也显示了 它的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 特别是它在这个叫战胜日啊 这个阅兵的时候 展示了它的这个火星炮17 火星炮18 这都是呃 地对地的战略导弹 那其中也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能力啊 那如果它把这颗卫星 打得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打到这个摇杆卫星的这个距离 比如说300公里以上到600公里啊 这个区间 比如说500公里这个区间 也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星链 基本上也在这个就是500公里的 这个距离上就是进行通信呢 侦察监视啊等等这些任务吧 所以我们看到朝鲜之所以 现在非常着急 就是要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实际上呢 一方面是要增加自己对这个区域的监控能力 侦察监视的能力啊 态势的掌握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增加自己对这个远程目标啊 可以说这个运载火箭的啊 这种能力啊 这是两方面的啊 国防的能力 下次呢 它到底能不能够在10月份发射呢 取得成功啊 那我们要看下一步的结果 毕竟发射卫星啊 它不但有卫星 还有运载火箭 还有系统 还有其他的啊 材料啊 电子元件等等啊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 要在这上取得这个成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